好,大家早安 Online的電影姊妹,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文素記的28章 28章分段很清晰 每一個不同的牽制分成一段 所以1到8節是一段 然後9到10節是一段 然後11到15節是一段 16到25節是一段 然後26到最後是一段 今天這一章會講到 常獻的祭、安息日、月索、如雨節、七七節 這幾個不同的時段 神對獻祭的要求是有不同的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去看的時候 這些獻祭究竟神要表達什麼呢? 其實如果我們細心地去看 以及我們跟著文素記一直到今天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以色列人準備進入加南 準備進入加南的時候 加南是一個應許美地 也象徵著他們和神之間的關係 要進入另一個層次 所以其實我們從文素記一直到今天 我們看到 原來神和以色列人之間的關係 是要不斷地進心的 在埃及的時候是一樣的 出紅海之後 去到抗野 他們的關係應該是更加親密的了 然後從抗野進入這個應許之地之後 又會有不同的了 所以那個關係是越來越緊密的 好了,到了應許之地的時候 那個關係要有些改變了 因為現在在抗野 所有人都是自己一個的帳幕仔 然後對著中間的匯幕來安營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進入加南之後 就不同了 因為他們不會是每個人一個帳幕仔 然後就對著中間的匯幕這樣的情況 他們開始有自己的地了 有自己的出產 有自己的牛群、羊群 就是多了很多的物業 如果我們用今天看的話 就是他們發達了 就是從這個本來是兩袋空空什麼都沒有 埃及的時候是奴隸什麼都沒有 去到抗野的時候 已經突然間變得很有錢了 因為他們立了 埃及很多的財富 好了,現在再進一步了 不僅是袋子裡有錢這麼簡單 現在還要有田有地 有物業 大家就不會再是一個帳幕仔 然後匯幕在中間 好了 那麼這個生活會如何呢? 你的生活會改變了 在這個生活的改變模式之下 跟神的關係又是怎樣呢? 所以在這張聖經 神就特別吩咐到 這些每一天你要怎樣過呢? 遇到一些特別的節期的時候要怎樣過呢? 其實這些節期等等 就是以色列人他們的生活 問題就是如何在生活中 體驗他與神的關係呢? 這就是這一章的重點 從這一章的重點裡 其實我們也可以反思 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與神的關係 又是怎樣去體現出來的呢? 其實所有的憲制 就是一種的敬拜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讓敬拜 融入在我們的生活中 敬拜就在我們的生活中 或者更加準確的就是 其實我們是活在敬拜中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今天我們也要問一下自己 今天我們也要檢視一下我們的人生 我們有沒有活在敬拜之中呢? 不單是將敬拜帶入我們的生活中 其實是反過來的 就是敬拜就是我們的生活 憲制就是以色列人的生活 以色列人不是將憲制帶入他們的生活 而是反過來的 憲制就是他們的生活 就是他們與神關係的最高的表現 從這個概念裡 我們就可以更深地明白這一章的聖經 亦可以更加看見 神到底跟我們說什麼 在這個背景之下 我們先來看第一段 第一大段就是說到 每日常獻的祭 每日常獻的祭 第一節開始 她說 曉華曉禦摩西說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 獻給我的公物 就是獻給我作為 興鄉火製的食物 你們要按日期獻給我 又要對他們說 你們要獻給曉華的火製 是沒有殘疾一碎的公羊膏 每日兩隻 作為常獻的繁製 早晨要獻一隻 黃昏的時候要獻一隻 又要用世面依化十分之一 並賭成的由一因四分之一 調和作數制 這是在西那山所命定為常獻的繁製 是獻給耶和華為興鄉的火製 這一隻羊膏要同獻電製的由一因四分之一 在聖所中 你要將純酒奉給耶和華為電製 晚上你要獻哪一隻羊膏 必照祖上的數制和同獻的電製獻上 作為興鄉的火製 獻給耶和華 在他們作法入迦南的時候 神就曉諭摩西 要將這一切的吩咐 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 但是這個獻制並不是個人的 這個獻制是作為整個以色列人 一起同獻的 這是所有的匯眾 大家一起 不是每個人都要每天取出祭物 而是以色列的全國 每天都要做這件事 當然這也是代表著以色列的全國上下的合一 因為大家都要同心合意地做這件事 所有的民眾 所以祂吩咐以色列人說 獻給神的貢物 獻給祂做興鄉火製的食物 要按著日期獻給我 即是這個獻制要按著日期 當然這個日期也包括了節期 所以神是很體重節期 每一個節期都有祂的好心意義 每一個節期 其實亦是預表著 耶穌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 所以當以色列人去守節期的時候 當有一天將這些節期和耶穌的人生拼在一起看的時候 整個整傳的圖畫就會完全展現出來 這就是神的奇妙設計 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守這些節期的時候 其實是預備他們進入新約的屬靈的真實 救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指向永恆 指向屬靈的真實 所以神就吩咐他們 然後特別提到 他說這個要作為興鄉火製的食物 這個位置就很特別了 我們中國人 就像剛才Gino說的 一看到食物 我們的眼睛就明亮了 就是食物 當然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其實神是否需要食物呢 神是一個靈 其實祂不需要食物 況且這些東西都是祂所創造的 如果神需要食物的話 你說神要吃多少才夠呢 可能根本一餐都已經吃完了 所以其實這些食物不是神真的要吃的 但是為何神又要求人 特別是以色列人 將這些食物獻為祭 其實食物是甚麼來的 如果我們問自己 食物對於我們來說是甚麼來的 食物除了是我們的享受之外 其實也是我們維持生命的東西 所以原來食物和我們的生命是掛勾的 對嗎 你想想想如果你沒有食物的話 真的會死亡 當然看不久了 沒有一餐就不能死亡 但是如果你連續一段時間都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再見 所以其實食物是我們的生命之源 可以這樣說 當然了 真正的生命之源是在於神 但是食物的確是維繫我們生命的東西 好了 神也在問就是 你會不會願意將你的食物和神分享呢 這是我們做父母常常都會做的事 我們這些小朋友很小的時候 寶寶的時候 我們都會經常這樣 給他一些東西吃 然後就問他 你請不請我吃嗎 特別是你要看看這個小朋友 他已經放在口裡的東西 或者他已經拿在手上的東西 他願不願意跟你分享 是不是 那為甚麼大人會做這麼奇怪的事情 其實他拿著那件食物 本來就是你的 是你給在他的手上才有的 然後我們又要教他 給呀 給呀 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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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這個例子 你就明白 其實這就是關係 你不會在街上看到一個不認識的小朋友 跟他說 你請不請我吃 看到你手上拿著餅 拿著甚麼 你不會的 你是因為跟他有一個很深的關係 所以你就會做這件事 神也是一樣 我們將這一切的東西獻上 其實那個是代表的關係 所以 獻制是敬拜 獻制是關係 如果沒有關係的話 沒有獻制 沒有獻制的話 沒有敬拜 所以真正的敬拜 就是關係的體驗 我們能不能夠將我們手中的東西 跟神來分享 就是看我們跟神的關係有多少 是不是 就是 如果我跟你說 我和你是好朋友 但我從來都沒有請過你吃那頓飯 你都會拋頭 我們的友誼有多深厚呢 如果我告訴你 我是你的好朋友 但屬於我的東西 你一樣都沒有試過和我分享過 那麼我們的友誼又有多少呢 如果我告訴你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你連我的電話號碼也沒有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就是一個關係的體驗和表現 所以神就告訴他們 要設立這個火制 每一天都要擺上 每一天都要獻上 每一天上獻的火制是不斷的 代表著我們跟神的關係 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 是不會斷的 沒有一天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就是每一天常獻的 然後獻祭的內容就是沒有殘疾的 這個沒有殘疾當然也是 一方面這個祭的預表的是基督 另一方面就是沒有殘疾的 那也是那個問題 因為這個也是看我們的關係有多深 我們的心有多重視 如果我告訴你 我請你吃飯 Gino 今晚你來我家吃飯 然後我回到我家的時候 你一來到就看到 整台的菜式都是昨晚吃剩的 那你覺得Gino一天門口 看到這一台菜式的時候 他心裡會想什麼 可能他第一件事跟我說 就是這樣你不如不要請 是不是 所以這個沒有殘疾的羊膏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你是不是真的捨得 你是不是真的把上好的 拿來跟神分享 為什麼呢 神是把最好的給我們 神把最好的給我們的時候 如果我們給神的時候 是有殘疾的 那我們的關係是怎樣呢 神為什麼把最好的給我們呢 神是把他自己給了我們 神是把他唯一的獨身子 主耶穌給了我們 毫無保留 連一條命都給了我們 然後我們就把崩壞的 來給神 這樣這個關係 不覺得奇怪嗎 所以今天 我們能夠擺上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我們的心 神不是缺這些食物 神是要看在這些東西背後 我們的心是怎樣去看神 我們是跟神的關係 是去到什麼層次 什麼地步 所以那個的憲制不是去賄賂神 那個憲制是由心而發的一個感恩 這個才是真正的敬拜 神將最好的都給了我們 事實上你說 以色列人在這裡獻這些牛羊時 你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 嘩 每天都要獻 嘩 獻都獻到窮 我們稍後再看下去 遇到這些節旗的時候 更加不得了 明天那張更厲害 因為明天有一個住棚子夾在裡面 一到住棚子的時候 嘩 真是 看到那張清單你都會覺得 嘩 嘩 以色列人也可以這樣看 嘩 神啊 你這樣要求 每天都獻 更大節日就要獻得更加金 真的不窮也獻得窮 但問題是 你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 以色列人憑什麼獻制呢 他們在埃及地的時候是遺老的人 他們有什麼呢 他們有的就是 發佬給他們的泥 還有草 做磚 然後換取一些微薄的食物 這就是他們的人生 但是今天 他們可以這樣去獻制 這些財富是哪裡來的呢 其實這些財富都是神 是不是 就像小朋友請你吃東西一樣 他為什麼可以請你吃東西 他的東西是哪裡來的 其實就是你給他的 你給他一粒糖拿著在手上 然後你跟我說 請吧吧吧吃吧 請吧吧吃吧 拿回那粒糖的時候 其實那粒糖根本就是你的 這個小朋友 他有一個願意的心 那個關係的確立 那個關係的心 難道這個爸爸還會論識其他東西嗎 其實這就是那個關係 所以神就吩咐他們 要每一天來獻祭 每一天兩隻公陽膏 作為常獻的繁祭 然後時間有規定 早晨獻一隻 黃昏的時候獻一隻 為什麼要早晨一隻黃昏一隻呢 對我們來說 如果我們是利未仁 那些人可能都會跟神說 神不要太煩了 明天早上一開始搞定兩隻就行了 為什麼要早又一次 晚又一次 那很煩 簡單一點 一次兩隻 我又沒有黑扣你 早餐也吃煎湯蛋 不如一次過搞定它 為什麼要早晨一隻 晚上一隻 早晨是什麼時候呢 早晨的時候 是人一天工作展開的時候 所以當一天 我們的工作 我們人生展開的時候 來一個的憲制 來一個的敬拜 今天在新約裡面 其實就像我們的討告一樣 當我們早上起床 準備我們新的一日 準備我們一日的勞碌 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否先有一個 討告敬拜的心來開始呢 這就是關係 為什麼晚上又要獻一次呢 因為晚上是神作供的時候 神創造天地的時候 跟我們中國人所想的有些不同 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一天 神所創造的一日 是從晚上開始的 人很多時候認為我們的一日 是從早上開始的 但是神所創造的是從晚上開始的 為什麼是晚上開始呢 因為人一開始 在晚上就進入安息 當人進入安息的時候 誰是保護你的 保守我們的是耶穫華 他不睡覺也不打頓 所以原來我們的人生 是從神給我們的保護 應許祝福來開始 所以憲制也是 早一次晚一次 早一次的時候 就是我們開始作供的時候 我們先來到神的面前 擺上我們的討告 擺上我們的敬拜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拖著上帝去上班 這個很重要 在你的一日的進程中 你有沒有拖著耶穌去上班 但是如果你想想 如果你上班的時候 你拖著耶穌去上班的話 是不是很不一樣 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很蒙福 是不是 你遇到任何困難 你拖著耶穌一起去上班 把耶穌帶回公司 把耶穌帶入你的生命裡 所以這個就很不一樣 你的心態會不一樣 你的底氣會不一樣 你的屬靈裡面的力量也會不一樣 這個就是早上起床 在早晨的時候 以色列人要獻制屬靈的意義 到了我們要休息的時候 我們將我們的休息交給神 在獻制裡面 跟神聯想 所以 等於你早差一次電 晚差一次電 或者是這樣的 就是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在早晨的獻制上 連上熟天的Wi-Fi 然後工作一天忙碌 要睡覺了 睡覺之前 就要連上這個Wi-Fi 因為 睡覺的時候 連上這個Wi-Fi 神會在我們睡覺的時候 更新我們裡面的OS 做很多的事情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早一次的 晚一次的獻制 其實是很重要 是以色列人的生活 所以這就是我所說的 他們不是將敬拜帶入生活裡面 而是他們活在敬拜裡面 將他們的生活帶進敬拜當中 這個起居 這個人生的周期 是完全跟神的關係 連結和充滿的 所以這就是早上 黃昏的時候 每天常獻的意義 當然今天對我們來說 沒有可能早上一開眼 便拖著羊去獻制 對不對 所以這裡所說的就是我們的心 當我們早上起床的時候 第一個進入我們心思意念的是什麼呢 我們是一個敬拜討告的生命 還是一個忘錄的生命 這就是那個分別 如果一天到一刻,我們都掛念世上的思慮,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人很勞苦,很難安息 但如果我們一早起床的時候,有一個敬拜,有一個禱告來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心情也很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要神土呢?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神土代表的就是為神點燈 這個神土也是等於每天常獻的祭一樣 讓我們一天的生活從這個禱告開始進入 這個就是每天常獻的祭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段落,九到十節 就是安息日的獻祭 當安息日要獻兩隻沒有殘疾一碎的羊羊羔 並要用條和的世面依化十分之二為數制 又將同獻的電祭獻上 這是每個安息日獻的繁祭 哪常獻的繁祭和同獻的電祭在外 如果每一天都會做那個 就是早上獻祭和黃昏的獻祭 但如果那天是安息日,那怎麼辦呢? 安息日就要再獻兩種沒有殘疾的一碎公羊膏 另外還要再加上數字和輕香制 這樣來一齊 安息日的獻祭 是在每天常獻的掣以外 即是在上面再加上 剛才我們同工心水好清 就發覺 原來一到安息日就雙倍了 等於每一天做獻祭就雙倍了 為何神要這樣提醒以色列人呢? 我們每一天工作的時候 我們都來敬拜 我們休息之前 我們又來一個敬拜 或者禱告這個獻祭 遇到安息日的時候 就要雙倍地做這件事 其實等於是這樣的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這就是神給我們一周生活中的節奏 去到安息日的時候 我們要擺上雙份 即是說 如果我們平日 對神有一個敬拜的心 去到安息日的時候 這個心就要雙倍了 很簡單 我們用一個例子就可以明白了 大家有沒有這個家庭日的觀念 平日我們都要陪子女 對嗎? 但是一到星期日 不用工作 休息的時候 是不是加倍地陪他 是不是加倍地享受親子的關係 這就是家庭日 所以其實安息日都是一樣 是上帝設立的家庭日 平日我們跟神有關係 但是到了這個家庭日的時候 因為我們可以任何努力都不做 我們就有多了時間出來 這個多了時間出來 其實是讓我們更盡心地 享受同神之間的關係 這就是安息日的意義 我們說這個心版十介事也有說 安息日的意義就是我們要帶領萬物來歸向神 在一個更加深的、更加廣的連結裏面 跟神進入更深的關係的連結裏面 這就是安息日 當我們這樣跟神 每一天有關係 去到安息日有更深的關係的時候 你怎會不蒙覆呢? 你怎會不蒙覆呢? 這個狀況就好像 二十一章的時候所說的一樣 神的同在在他們當中 就算有人想就坐 也就坐不了以色列 因為他們毫無破口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神在這個時候再來提出這些憲制 其實就是預備以色列人的心 當你們進入加南地的時候 要守住同神這份關係 這個關係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關係保你們一路平安 保你們家道豐盛 這就是關鍵 所以守不守得住才是關鍵 以色列從來不是靠人多 從來不是靠武器精良來保護自己 以色列從來都是靠神 神才是他們的盾牌 是他們的山寨 是他們的火牆 當他們跟神有這樣的連結的時候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害他們 因為當他們開工的時候 他們來敬拜 將神帶進他們的工作裡 當他們休息的時候 他們來敬拜 將神帶進他們的休息裡 三百六數到零死角 還有什麼可以侵害他們呢 這才是真正的敬拜的生活 今天我們的生活 有沒有這個特質在我們裡面呢 當然今天不在乎顯制和牛羊 而是所有的東西都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的心是否在這樣的一個生活周期裡 還是我們不知不覺 將其他的東西放進去呢 譬如主日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的安息日 這個安息日的時候 我們是否真的來到神的面前去敬拜 還是我們為自己安排很多的節目來代替 即是哪一個才是我們的優先順序在前面呢 究竟我們放假的日子是享受 看電影、逛街、吃飯重要一點 還是去敬拜神重要一點呢 其實這跟以色列人面對的挑戰一樣 以色列人也可以跟神說 這些憲制成本很重 佔很多時間 我們經常會有這樣的掙扎 我們覺得放假的時間就是我們的 自從我們家裡有了小朋友之後 我師母也會告訴你 放假的時間不是你的 放假的時間是用來陪小朋友的 結婚也是一樣的 結婚之後太太就會告訴你 放假的時間不是你的 放假的時間現在也是大家媽媽的 如果我們不能夠在這個概念上清晰的時候 其實那個關係是有難阻的 你放假的時候不陪太太 那你說關係怎麼會好呢 放假的時候你又不陪小朋友 那小朋友怎麼會黏你呢 大大小朋友就像小朋友一樣一去不返 就是這樣 所以這也是 我們跟神的關係 怎麼去告訴別人 我們跟神的關係好呢 其實神很清楚 你擺上的是什麼呢 你對神有沒有回應呢 神說我已經做了一千分 一百分滿分 神做了一千分 你呢 這一個憲制的生命 就是我們所擺上我們的那一份 這就是關係的量度和指標 我們看下一段十一到十五節 每預索你要將兩隻公牛做一隻公綿羊 七隻沒有殘疾一歲的公羊羔 獻給而和華為繁製 每隻公牛要用條油的細麵 依法十分之三作為數制 哪隻公牛也要用條油的依法十分之二作為數制 每隻羊羔要用條油的細麵 依法十分之一作為數制和輕鄉的繁製 是獻給而和華的火制 一隻公牛要墊酒半甄 一隻公羊也要墊酒一甄三分之一 一隻羊羔也要墊酒一甄四分之一 這是每月的繁製 一年之中要愈愈如此 又要將一隻公生羊為贖罪獻給而和華 要獻在常獻的繁製和同獻的電製以外 如果我們每一天獻兩隻,獻兩隻,獻兩隻 到了有一天踏正月索,那怎麼辦呢? 月索是什麼時候呢? 月索就是每個月的新月 好像是鬧梢微的新月出現的那一天 就是月索了 這個月索當然後來在日曆上已經確定每一月 就是一月的初 但是以前這個月索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其實是要靠兩個見證人看到那個彎月出現了 然後他們吹起號角 就通知以色列人,月索來吧 所以以前是這麼定的 後來當然已經錄定了 因為有些拉比太聰明了 他們已經計算到每個月 那個月索的彎月什麼時候會出現 所以就已經錄定在日曆上 就不用再靠兩個見證人看到就吹角通知你了 那就一早已經告訴你了 如果遇到月索的時候 就要在每一天常獻的彎制上 再加這個月索所擺上的 這個月索所擺上的 我有一個表給大家看的 麻煩你出出的表 你就會更加清楚了 其實每一天獻制的內容就是兩種羊羔 如果那一天搭了安息日的話 其實是每一天的制裏 再加上安息日的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 安息日是雙倍 所以安息日那一天 是獻四種群羊羔 如果每一天的壯暗是月索的那一天 每一天的那一天都不會變的 無論是否是節旗 這是最底的那一層 即是那個基礎 這就是我所說的 每一天都連於神 每一天都連於神 不會斷的 好了 如果遇到月索 那就要再加兩隻的公牛 一加多一隻公綿羊 加多七隻公羊羔 再加這個宿醉制 所以其實連這個獻制上面 還要加上這個數制、電制 就是剛才我們讀的 你回去如果有興趣可以按下它 就是油 一因四分之一 還要加上酒等等 所以 一到月索的時候 就比平時的 甚至比安息日還要多很多 那麼這個月索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你大概當它是每個月的月頭 所以現在我們教會都有月索討告會 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這樣 所以每個月的月頭的時候 就會做這件事 還要再加上那個宿醉制 平時每一天的時候 未必需要 沒有規定要做這個宿醉制 但一到月索的時候 重大的節期 這個宿醉制就要擺上 為什麼呢 因為在重大的節期裡面 所代表的就是我們跟神有一個更深的連結 每一次我們跟神要有一個更深的連結 宿醉是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因為 神是聖結的神 人帶著醉 沒有辦法進入神的同在 其實神就是說在日曆裡 祂決定了 有些重大的節日 祂要大規模 好像這個形容有點怪怪的 總之在這些重大的節日裡面 祂的同在要更加深的 更加大的降臨在我們的當中 所以這些日子是特別的日子 可能你會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但是我們如果用生活來看的話 我們也會的 你有沒有在家庭裡有一些重大的節日 你會記住要跟家人去旅行的 我們香港人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就是旅行 是不是 你旅行的時候 你會選擇什麼日子呢 都是選擇放假的日子 因為不用上班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很喜歡在這些假期裡面 記住他們最愛的家人去旅行 為什麼要去旅行呢 其實是很想享受那個關係 你知道你在香港就擺不下那些忙碌 但是當你一吹去旅行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下香港的忙碌 真的去盡情享受那個關係 所以旅行 你最享受的其實就是關係 要不然你就獨自去旅行 但是你會帶著你很喜歡的人去的時候 其實就是因為那份關係 所以神也是一樣 神就說 麻煩你 在你的月曆裡面 這些日子裡面 我要跟你重大地相處 很重視的 所以月朔的時候要這樣 這些月朔的節旗 又要放上這個宿醉制 就是預備要進入神 更大的同在和關係的裡面 所以這一切都是在 這個常獻的繁制和同獻的電制以外 再加上去的 月朔的時候 就要這樣做了 除了吹角之外 還要放上這個月朔的制物 以及這個宿醉制 好,我們再看下一段 十六節到二十五節 如月節又如何呢? 我們現在就在如月節的當中 如月節又叫除酵節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如月節裡面 因為如月節是慶祝七天的 我們來看這段經文 十六節 正月十四日是耶和華的如月節 者月十五日是節旗 要吃無烤餅七天 第一日,當有盛會 什麽牢牢的工都不可做 當將公牛族兩隻 公棉養一隻 一碎的公羊糕七隻 都要沒有殘疾的 用火獻給而和為繁制 同獻的數制 用條油的細麵 為一隻公牛要獻依法十分之三 為一隻公羊要獻依法十分之二 為那七隻公羊糕 每隻要獻依法十分之一 並獻一隻公山羊作屬罪制 為你們贖罪 你們獻者者要在早晨常獻的繁制以外 一連七日 每日要照者例把興鄉的火製的食物 獻給而和華 是在當獻的繁制和同獻的殿制以外 第七日當有聖會 什麽牢糕的功都不可作 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 當如雨節的時候要放假七日 頭一日有聖會 最後一日有聖會 什麽牢糕的功都不可作 甚麽牢糕的功都不可作 其實神是很顧念以色列人的 原來神才是那個設立假期的 其實在以前的社會裡沒有假期的觀念 人和生畜沒有分別 每一天都在勞累 但是神說不是 人是要放假的 所以先有七日裡有一天的勞駕 這就是安息日 接著還有一些重大的節日 遇到這個月節的時候 還要放足七日 第一日有聖會 最後一天有聖會 七日裡神說有兩天的聖會 其餘的日子就是歸於你們 這兩天的聖會 當然那個意義也是一樣的 在頭和尾這兩天的時候 我們跟神有一個更大更深的連結 這就是以色列生活的周期 這兩個日子要完全交給神 所以你看看很有趣 正月十四日,黃昏開始 就進入這個節期 十四就是雙七,兩個七 七代表完美,完美,完美 然後第一日,第七日又有聖會 所以所代表的就是 我們的日子要完全 我們的生活要完全 這個完全是從哪裡體現出來的呢 就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當然紀念如與之 有一個更深的意義 我們今天讀到文素記 讀到這裡我們也知道 如與之就是紀念他們出埃及 紀念他們 所以神用十災將他們拯救出來 神擊打埃及十重的權勢 將以色列人帶出來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根本就沒有今天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現在還在呼天搶地 還在喊救命 喊到上達於天 但是現在他們可以 特別當他們進入加南地的時候 他們的體會應該要更加深切 是不是? 本來一無所有 現在有田又有地 建了一大間屋 那多開心 這一切的美好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神 所以這個如與節 也是他們的一個感恩 我們也說過 在如節的晚餐裡面 他們要吃苦菜、點鹽水等等 其實就是回想他們過去的低點日子 以致他們的感恩可以去到更大 這是對神給他們救恩的感謝 所以這個如與節的日子 其實就是一個感恩的日子 我們今天正當在如與節當中 因為從星期一開始 其實我們已經進入了如與節 接觸到七天 所以我們明天 後天就有如與節加連華 這個如與節加連華為何會做呢? 一方面我們也想讓街坊知道什麼是如與節 讓街坊跟我們一起玩 其實對於我們自己來說 其實我們也不是… 接觸街坊也不是我們最大的設計 其實就是表達我們對神的感恩 我們要在這個空氣 在一個露天的地方 宣告我們對神的感恩 所以做加連華就是因為會很開心 為何我們會這麼開心? 而且加連華你有沒有發現 逢起加連華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豐盛 因為攤位有幾個 會玩得很開心 會覺得很豐富、很豐盛 其實神給我們的就是這麼豐富、很豐盛 神的救恩臨到我們的時候 讓我們的人生變得非常豐盛 所以我們在享受加連華的時候 我們要帶著一個心 就是向神獻上感恩 主,多謝你 多謝你給這些豐盛 給這些豐盛 給我們的教會 你想想如果我們是一個困惑的教會 我們是一個窮困的教會 我們做不起這個加連華 對嗎? 來到加連華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很開闊 你才可以享受到 褐瓜乾的 你怎麼搞加連華都搞不起 所以這就是意義 當在如雨節的感恩很重要 所以神要我們 什麼牢牢的功都不可作 原因就是我們不再在勞府裡面 我們在救恩當中享受的豐富 所以這是一個很開心的日子 以色列人過這個雨節 他們是很開心的 因為他們很期待這個雨節的晚餐 是他們全年裡數一數二豐富的之一 所以整個主軸是一個很大的感恩 當然對以色列人來說 這個日子他們真的歡喜得不得了 因為他們出埃及 整個人生180度戲劇的翻轉 這樣來到昂然闊步去出埃及 所以這是值得感恩的日子 好 我們再看最後一段 28節到最尾 七七節莊架初屬 你們獻身數制給兒和華的日子 當有盛回 什麼牢牢的功都不可作 只要將功牛軸兩隻 功綿養一隻 一雷的羊羔七隻 作為輕鄉的繁製獻給兒和華 同獻的數制用調柔的 世面為每隻功牛要獻依法十分之三 每一隻功羊要獻依法十分之二 為那七隻羊羔每隻要獻依法十分之一 並獻的一隻功山羊為你們贖罪 這些你們要獻在常獻的繁製和同獻的數制 並同獻的墊製以外 都要沒有殘疾的 如果遇上七七節的時候 第一天要有聖會 什麼牢牢的功都可作 還要加上七七節的獻制 再加上贖罪 所以這個表中也看得很清楚 以色列人是否很難記 其實也不是的 因為你會發現二一七一、二一七一、二一七一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三個節期或這三個日子 和平日的時候只需要加上二一七一 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你是做祭司的話 你也會發現原來很清晰的 讀起來好像很繁複一樣 但又不是真的很繁複的 是不是? 所以原來敬拜就是這樣 你的心態是怎樣的? 你可以覺得很繁擾 但如果你有心的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又很簡單 那個關係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參與教會活動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都會覺得 喂呀,又搞這樣、又搞那樣 但當你真的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很簡單,原來很開心 原來很好玩的 過了之後你就會覺得 嘩,整個人很新鮮 這就是奇妙的地方 神就是這樣 神不斷地要更新我們跟祂之間的關係 人是很笑的 人是很有趣的 我們看這些東西好像很強迫 但當你真的進入的時候 那個關係下來的時候 你又會很享受其中 我們就不斷地去更新 這也是我們的信心 所以每一次當教會推出一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帶著一個期待的心情 做這些活動的目的 其實就是讓我們跟神更加靠近 讓我們跟神更深的連結 讓我們的生活是因為有神不一樣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敬拜 讓我們將我們的人生帶入敬拜的當中 我們的生活就是敬拜 我們的全流就是敬拜 這樣的話 我們是最無福的 Amen Amen Cyclean 击打埃及过了十载 耶和华照出他的军队 如月之事正月十四 门尾门框的血作人记 耶稣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求让你来开启 我熟灵的眼睛 相信今天你是拯救 出击打埃及过了十载 耶和华照出他的军队 如月之事正月十四 门尾门框的血作人记 耶稣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求让你来开启 我的熟灵眼睛 相信今天你是拯救 耶稣是你吗 或是我们等候别人 求让你来开启 我的熟灵眼睛 相信今天你是拯救 因你挂在十载 背负就着 流出宝血 献身社稷 你从死里复活 荣耀得盛 愈愈被献高阳是你 耶稣是你吗 或是我们等候别人 或是我们等候别人 求让你来开启 我熟灵眼睛 相信今天你是拯救 因你挂在十载 背负就着 流出宝血 献身社稷 你从死里复活 荣耀得盛 荣耀得盛 如愈被献高阳是你 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 耶稣是你吗 耶稣是你吗 或是我们等候别人 求让你来开启 我的熟灵眼睛 相信今天你是拯救 因你挂在十载 背负就着 流出宝血 献身社稷 你从死里复活 荣耀得盛 远远被献高阳是你 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 是你对你的怒 信耶稣 耶稣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求让你来开启 我的熟灵眼睛 相信今天你是拯救 耶稣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求让你来开启 我的熟灵眼睛 相信今天你是拯救 相信今天你是拯救 相信今天你会拯救 神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与我们同行 如同当日 你带以色列人 在埃及地围奴的时候 你拯救他们 你带他们 在旷野里面 一步一步地走过 无论当中 有多少的埋怨 他们重复犯罪 甚至你弃神 主 我们都好像过往的 以色列人一样 但是主 你仍然为我们 每一个来预备 应许之地 你让我们都可以进入 你为我们所预备 流奶与物的地 主 祂恩赚你那份的慈爱 你那份的怜悯 主 你让我们可以存活到如今 主 我们今天真的要在雨节的里面 我们真的要将一份感恩归给你 我们要来数点 每一个 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 主 我们同声的 要来到去开口 将一份感恩归给你 但兄姐妹我们一同 在雨节的里面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怀住一份感恩的心 来到去数点 神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 所作的功 可否我们一起的开口来到去感恩 将一份的感恩归给神 主要我们感谢你赚美你 主,祢带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人生的低谷 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里 主,祢都用祢的恩手来亲自带领我们 主,我们真的要将这份感恩 特别是在如月节里 我们要来归给祢 主,祢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存活 甚至祢将更丰盛的给我们每一个 主,我们要来祢感謝祢,赞美祢 主,我们多谢祢的拯救 多谢祢的供应 多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今天来到文素记的28章的时候 神很特别 当祢带领以色列人 真的要来到过去那几章来到数点 甚至要准备进入加南地的时候 神特别在这张脚里 祢在这张脚表明 神美你的看重 原来是我们的献制 好像刚才牧师所分享的 其实每一天的宪制 甚至去到 其实每一周在安息日里的宪制 或者在月朔的宪制 到节旗的宪制 其实神都很清清楚楚 这样有数目 甚至由他所需要 他所需要我们所献的 他都捨得清清楚楚 其实当我们真的来到宪制的时候 其实预表的是 我们将我们手里面的东西 将我们手所看重的 甚至是维持我们生命的那一件事 献给神 这一个的宪制 其实是看的 神看我们的 是我们跟祂的关系 究竟我们的心 有多重视这一件事 我们是否将一份上好的 来到去献给神 是否将我们 所觉得宝贵的 我们分别为神 给神 可否 我们在今天的早上 我们来去思想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还有什么 是需要跨过 我们要来到去分别为神 会不会是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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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经常我们在排 我们自己的日程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我们的眼前 或者我们的心 觉得重要 我们需要做的 但我们却没有 特特将一段时间 分别为神 又或者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孩子 分别为神 被神 我们的生活 我们有没有将 好像牵制 原来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将 敬拜 带入去我们的生活 当中 我们有没有 将这一份 来去分别为神 给神 好吗 我们都将我们 想要跨过 想要分别为神的 那一份 我们来祷告 告诉神 Father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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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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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